蠻容易理解的 为什么 因为第一个 他这传递引数 跟server端 这前面就是跟server 哪一个server呢 就前面这个server 那server里面的话 有一支程式 就是点ASP 后面问号是传递什么 传递一个in page in-dex page的引数 其实这个也是引数 这个概念 其实跟我们前面 用共用程序的概念 有点接近 有没有 那等于什么呢 就是传递一个引数 意思就是说 你帮我把资料库里面 第一个in-dex page 帮我抓出来 他就帮你抓 那当然你 如果这边直接输入 2enter可不可以 可以啊 有没有 你会发现你按2 是基本上就等同 你在这边点击2 到底是一模一样的 那你点这边等于3 所以基本上我们是透过这边 把程式怎么样 用录制聚集的方式 录出一个什么呢 一个我们需要的程式码 然后里面做修改而已 那修改的重点大概有两个 第一个是 你把这个in-dex page 把它变成写个回圈码 for i 等于1到多少呢 1到50 对不对 所以你会发现哦 再把那个i怎么样呢 放到这个位置来 基本上的话 你就可以去把网页上的所有的page 全部抓下来 那第二个是说 你如果要全部都放在那个excel的话 那你可能会遇到一个问题 你应该放在哪一个位置 比如说你第一个page放在a1 往下 再来往下追踪嘛 所以再来就是你要再去追 所以我会有一个r的变数 这个r的变数是决定 它将来应该放在哪里 最后的话呢 应该每一个page上面都有栏位名称 所以基本上 我们会要把下载的东西 再把它砍掉 留下第一个就好了 另外的话还有一个什么呢 这边一个储存格里面 有六笔资料 所以我要把它剖析开来 那所以呢 我们利用前面讲的这个逻辑 那上上礼拜 其实就是在讲这些啦 所以我们基本上第一个 录制一个什么大乐透下载的聚集 那其实最关键的地方就是这个物件 叫query tables 那所谓的query tables 意思顾名思想query就查 tables就是那个网页上面的所有 意思说你按F12 其实你看到的是左边的 但实际上它背后跟server端沟通的其实是右边的 那一般人你看右边 你光看到这些东西你头都晕了 有没有这些东西 而且里面的话还有 你可以假设你要找里面的table的话 你可能可以在这边打一个table Ctrl F 然后寻找 那你enter过你会发现里面总共有13个table 那其实query table是做什么呢 就是帮你找出什么 到底你要的资料在哪一个table里面 所以这个方法 那如果你要手动手动找也可以 像我的喜欢的 这边有个箭头 你用Ctrl F 就是寻找什么table这个关键字 那你会发现他会帮你找到table的 这个地方的标签 这个地方意思就是说 里面有哪些是表格的 那你可以往下 你会发现这个时候 找到第五个的时候 他会帮你选取 那表示说你的table就是在第五个 那query tables 意思说你不用去做这些事情 他帮你全部包了 意思是说帮你录制聚集的时候 同时找到 不是要打个勾吗 打个勾其实他意思是说 你不用知道右边的东西 我帮你找 你一下会打勾就可以 找到的时候帮你录制聚集 所以你会发现 所以刚刚之前做的东西 只是说他很贴心 帮你用credit table 然后帮你找到什么 web table 第五个吧 意思是说帮你把第五个抓强 抓下来之后 里面也不会抓到什么 这些有的没的程式 他只会帮你怎么样 把表格里面的资料抓下来 并且把那个什么 他的那个叫做web formatting 等于没有 就是抓下来东西 他的什么颜色 质的大小 格式那些 通通拿掉 留下什么 纯温质而已 OK 所以基本上 我们可以把它录下来之后 基本上就是这一行 当然 录下来之后 其实有个with 然后有一个什么 query table add的一个连线 后面其实就是改 我刚刚讲的 我们外面包一个for回圈 那这个for回圈里面的话 基本上就是把那个 我们的index page加下来 就这边 这个地方有个index page 等于什么 这个地方 本来它里面是1 那我外面可以包个回圈之后 再把它怎么样 把这个地方改成双一号双一号 移到中间 endend移到中间 加一个i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这个地方 把这个i的部分加上来 OK 那实际上就是什么 跑这个回圈的时候 动态的去给这个数字 那另外这一段程式是判断 应该放在哪里 所以我们有个r 这个r的话 当它第一次下载的时候 先判断r 这个a1出圈格里面 是不是空的 如果a1 假设我先新增一个空的 那我接下来当然现在是空的 所以我把r放在1 指的是放在我现在的第一列 反之如果已经有抓资料的话 那我再往下做 所以基本上呢 这个是上上礼拜讲的 比如我这边往下 然后这个时候会下载 那其实底下这个wis这些相关的参数 这一行可能要拿掉 因为我之前讲过 录制的时候这一行会出错 那除了这一行会 可以拿掉之外 其实我发现 这些基本上都可以拿掉 因为这些参数 其实基本上用不到 其实你只要留下三行就可以了 哪三行 跟他讲说你的web formatting 意思就是你下载的网页的那些格式 要不要留下来 那我就不要 我要重温次 第二个我要拿一个table 第五个 最后一个是真的把资料抓下来 所以你会发现 如果你要再精简的话 可以把其他都删掉 只留下这三行就可以了 你会发现 我现在把web头第五个 然后抓下来 OK 所以你会发现 refresh的时候 他就真的去把你 把网路上的资料抓下来 但是还是要解决几个问题 就是我们第二个 第二个的话往下追踪 因为现在已经追一个了 抓一个了 所以再来就删色 所以往下 这边的话 再来就是往下 再把资料抓下来 OK 然后就抓 那全部抓下来之后的话 还要遇到第二个问题 就是怎么样 把这些每一个栏位 全部都把它 就是删掉 所以后来我们有讲一个 如何删除列 这边我们前面 这个前面有做过 所以如果不知道的同学 可以云端上看一下 最后再把什么 每一个这个地方的资料做剖析 这个剖析的话 我是把它剖到这边来 剖出六栏 然后全部剖 剖完之后的话 最后再做一个什么 最后一个栏宽自动调整 Colent.autofit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全部 一次的分别把结果给做出来 那你看到 Ctrl向下 1477笔资料 可以在瞬间 全部都抓下来了 但你可以 如果你大乐透 觉得除了这些之外 你还可以去抓其他的 那么多次 我把结果给做出来 这些是不够的 你还可以去抓好 我好 我可以帮你 你还可以帮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